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这里写了两个 也就是这个前面这个呢叫做目录便利 也叫directory travel cell 然后这个后面这个漏洞类型呢叫做文件包含 就是fill include 那么这两种类型我为什么要把它写到一起呢 这个原因在于这个这两种漏洞类型呢有很大的相似程度 而且在网上呢有很多人专门写文章来探讨这两种漏洞类型 是不是就是同一个漏洞类型 然后如果不是同一种呢 那么这个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我在国内国外的网站上似乎都看到过相关这样类型的这个文章 然后今天呢我给大家说一下我对这两种漏洞类型的一个理解和判断 那么我们先说第一种 第一种叫做这个目录便利 目录便利的意思呢 从这个OASP这个官方网站上给出关于目录便利的这种漏洞类型的一个描述 就是这个漏洞便利 它的漏洞这个漏洞利用的现象 利用的结果 就是使用者可以通过浏览器 通过一个URL地址 或者是这个一个参数的这个变量的内容 然后可以通过修改这些这个URL地址 或者参数变量的内容 然后从而可以读取到web跟目录以外的其他的操作系统文件 因为我们在这个比如说Linux系统下 这个Linux系统下的所有的这个web目录里面的这个文件呢 默认情况下都是放在这个目录下的 就是VAR下的这个3W目录 在这里面放上什么index.html 什么这个什么content.php等等 这样的文件内容 都是放在这个目录下的 那么一个正常的一个webapplication 我们通过浏览器去访问的时候 应该是只能够访问这个3W目录下的这些个文件的 通过访问这个文件的名称 然后打开这个页面里的内容 显示相关的这个页面内容 这是正常情况下 那如果说这个webapplication 它这个设计的不够严格 然后权限控制比较松散的话 那么就有可能造成我们通过浏览器去访问的时候 不但可以访问这个3W目录下的这些文件 还可以访问到其他的一些系统目录的文件 比如说我们最常会去使用的 就是这个etc下的这个tasword 这个文件 你就有可能通过一个浏览器 然后URL地址里面这个编辑编辑改一改 或者是cookie或者是body里面的变量的内容 修改完了之后 你就可以读取到这个文件的内容 而这应该是我们设计webapplication的时候 肯定不会是这个程序员的一个初衷 所以这是一个漏洞 因为你这个漏洞的存在 所以保持恶意的黑客攻击者 利用这个漏洞利用者 它可以读取到你操作系统里 其他的目录的一些个系统文件 如果你这个3W服务或者PHP服务 运行的账号又是一个权限比较高的账号 比如说你以root来运行这个3Wweb服务的话 那么当有人利用这个漏洞的时候 来读取操作系统文件的时候 那么它使用的其实就是root权限 那么利用root权限 它就可以读取你操作系统里 所有的文件内容 所以这是这个 OASP官方对这个目录遍利 这种漏洞的一个解释 它可以读取这个3web根路以外的 其他目录里的操作系统的文件 这是这种漏洞类型 与之相对应的呢 叫做文件包含 那么这个目录遍利这个漏洞 它的这个根源 根源这个 它这个漏洞形成的根源 在于这个web application设置上的 这个权限限制不严格 应该我们只能读取里面的内容 但是呢 通过一些方法 可以读取到这个目录外面的内容 所以这个漏洞的根源在于这个 路径访问权限上的一个限制 不严格 而下一个这个文件包含这个功能呢 它通常是这个通过 比如说PHP语言 PHP里面呢 有一个include的函数 那么利用include的函数呢 有些个web application 会做这样的设计 就是通过这个 这个php的include的函数 它可以把一些个 位于3w目录以外的 其他目录里面的这些文件的内容 给它include 包含进入我这个页面里面 当一个用户访问 这样一个页面的时候 那么它看到的这个页面里的一部分内容 有可能就是通过include的函数 include进来的一个操作系统 里面的这个文件 而这个文件呢 并不是位于vnr下3w目录的 有可能就是这个etc下的password 那么当然这个不会有 正常情况下 是不会有这个程序开发员 设计这样的一个功能的 这个只有说当你的这个程序 本身设计上有漏洞 然后include的函数 对输入变量过滤不够严格 然后导致的这个系统文件 被错误的include进了 这个页面里的内容 从而导致你操作系统文件的内容 会被泄露出来 从而被人查看 所以这个是这个文件包含 它的这个形成的一个根源 所以虽然这个最终的效果 无论你是通过目录便利 也是可以查看到这个etc下password 那么还是通过这个文件包含 这种漏洞类型 然后你也可以查看到 这etc下password 看起来效果是一样 而且这两种漏洞的这个利用的方法 利用的这个这个向量 都是可以说完全相同 他们的利用方法完全相同 所以就导致一个问题 就经常会这个有很多人 这个就把这两种漏洞类型搞混了 认为他们是同一种漏洞类型 当然如果我们这么 像我刚才所说的 这么细致的去抠它的 所谓定义的这个根本原因的话 那么是这么一个情况 原因上呢 就根源上也是有这个差别的 但是其实我个人认为 这种区分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 原因在于说 每一种漏洞类型 那么都是我们人为 给这种漏洞类型 基于它的一些特征 来做出的一个定义 做出的一个命名 其实原本世界上并不存在 什么所谓叫 目录便利这样一个漏洞的 只是说我们发现了 利用某一些方法 可以查看到操作系统 这个里面的文件 非3w目录下的其他的文件 我们可以查看到 基于这个现象 基于这个表现的一个现象 然后我们把它 这个一些个这个 安全组织 把它给定义成是叫目录便利 但是过一段时间呢 发现我们用文件包含 也可以实现跟目录便利 同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最终我个人认为 做这种 一个漏洞类型上的 这么一个严格的划分 甚至有人在网上 写长长的很长一篇文章 来这个批驳 其他人 说他们没有理解目录便利 以及文件包含这两种 漏洞类型的之间的差别 然后做这种讨论 我个人认为是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 这个漏洞存在那里 我们只要知道 它的利用方法就OK了 然后可能出现什么问题 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现象 知道这个事情就OK了 没必要在这个字眼上 来进行这种纠结的这个纠缠 因为本身这两种 所谓的漏洞类型 也是人为给它定义的 定义的时候 可能这个定义者 本身就没有严格的去区分 这两种这个所谓的漏洞类型 所以大家不用这个特别纠结 你可以把它称为这个目录便利 也可以把它称为文件包含 这个都OK都可以 但如果说非要纠结一下 说这两种这个漏洞类型的一个差别的话 我们说这个目录便利 它主要指的是 我们对本操作系统内部的文件 来进行读取 你像ETC下的Password 什么ETC下的这个Group 等等等等 其他的操作系统文件 那么你在通过漏洞来读取的时候 读取的这个目录便利 这种漏洞的文件 那么都是位于这一台操作系统 一台机器上的文件 这倒是一个这个根本性的一个原则 然后文件包含呢 文件包含它和这个目录便利 这个时候是也的确是有一点差别的 就是它分两种类型 一种是这个Include 包含本地文件 叫做LFI 当这个本地文件包含这种漏洞出现的时候呢 那么它和这个目录便利 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它也是可以读取这个本地系统文件 3W目录以外的本地系统文件的内容 可以显示到页面上 它和这个目录便利几乎完全一样 但是它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这个RFI RFI呢指的就是远程Remote文件Include 那么这种情况呢 它就不但可以把你本地文件的内容 给你显示出来 查看造成泄露这个机密 那么同时它还可以 甚至在这个Include的这个位置上 可以Include一个http的一个 其他的机器上的一个URL地址进来 这个时候它可以Include 在内部的一个文件进来 这个时候如果它Include的 进来的是一个文件的话 那么是一个外部的文件的话 那么这个外部文件就可以 其实就可以是任何URL地址 任何主机上的任何URL 而这个时候呢 攻击者其实可以自己开放一个3W服务 然后在上面放一个这个网页的目码文件 然后通过这种如果你的这个Web Application 是有这个远程文件包含这种漏洞的话 那么可以通过这种Include的方式 就是把这个远程的这个网页目码给Include进来 这个时候Include进来的这个这个网页目码 它可是Include包含到了你这台服务器的这个Web Application 的代码里面的 如果这里面也是相应的这个Web Shell的这个代码的话 那么它包含进来 这个代码是会在这台机器上去执行运行的 而这个时候如果一旦执行结果 就有可能造成这台机器的这个Shell 就直接被拿到了 当然这个时候 这个拿到了Shell的权限具体有多大 也要看你这个3W服务 运行3W服务的这个账号 是root 还是说这个3w-data 这种受这个权限受限制的账号 是哪种情况 如果你用的是root 那么它直接就拿到了你操作系统里这个最大权限 如果是这个3w-data 那么它还需要再做本地的一个提权等等 这样的后续的攻击手段 所以这是这两种这个所谓攻击这个漏洞类型的一个差别 但是其实我还是那句话 就是我们严格的在字面上纠结这两种漏洞类型的一个差别 这个区别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 嗯 朴素的通俗的来讲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目录便利 理解成是这个本地文件包含 因为它们的现象几乎 现象以及漏洞验证方法 几乎都是完全一样的 好 当然如果说你非纠结它们之间的这个本质性的差别呢 刚才我也给你已经是这个做出了足够的这个解释 好 那么先介绍这两种这个漏洞类型 呃 这里再多说一句 就是关于这个目录便利的 呃 在我身边发现其实不止一个同事 曾经这个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认为 它认为这个目录便利呢 是我们可以通过浏览器 直接显示3w目录下每一个文件的名称 把这个目录列表给列出来 这种呢 其实也是一种这个 这个web服务上经常会出现的一个漏洞 那么这种漏洞呢 叫做这个directory的这个browsing 就是浏览 browsing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把这个directorybrowsing和这个directory这个travelcell 给它做了一个混淆 当然这个有的时候directory这个browsing 也会写成是path 就是路径browsing 或者是pathtravelcell 都有可能这么去写 就是路径便利或者是目录便利 这都指的是同一个东西 所以大家在看不同的呃 技术文档不同的书籍的时候 一定要对这些个概念有一个 这个这个正确的认识 不要被其中的这个用语给混淆掉 我们先了解了这两种漏洞类型之后呢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先就下面来通过实例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两种漏洞 如何进行这个挖掘 那么接下来的内容呢 我会以这个默认情况下 把这两种漏洞类型 认为是同一种漏洞 来进行挖掘 因为它们的漏洞挖掘方法 这个几乎是完全一样 好那我下面先启动我的这个 这个卡里 卡里 然后再启动MetaSplit 好 稍等一下 等两台机器来启动 那么启动起来之前呢 我要先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使用这个把机 这个MetaSplitable这个把机 这个把机里面呢 虽然这个有文件包含这种漏洞 但是默认情况下呢 它只有这个本地文件包含漏洞 也就是它只可以利用这个漏洞 来读取本地文件的 那么这个无论是我们说叫目录便利 还是叫本地文件包含 那么它形成的这个造成的威胁 主要就是本地的非web目录下的 非3w目录下的其他目录的系统文件 会被这个恶意构造访问请求的人 给读取出来 所以它造成的最明显的一个破坏 就是信息的泄漏 如果你拿到的是root权限的话 你就可以读这个机器上所有的文件 如果你拿不到 那你就可以读其中一部分的文件的这个内容 所以它造成的最大的一个问题 是这个信息泄漏 那么我们看一下 启动没启动起来 启动起来之后 我们先进入系统 我先看一下IP地址 1.118 我们的把机是1.118 然后看一下卡里 卡里是119 我们先通过浏览器来讨论一下 192.168.1.118 然后它的dvwa目录 然后我们先通过这个登录 来进入这个web application 登录之后呢 那么在左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文件包含 inclusion 文件包含这个漏洞 那么CSRF漏洞呢 我们上一节课讲的是这个命令执行漏洞 然后CSRF漏洞 我们会放到后面稍后去讲 因为这个 它和这个XSS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XSS讲完之后 我们再回来讲这个CSRF 然后我们先说这个文件包含 那么在这个页面上 其实就存在文件包含漏洞 但是默认情况下呢 这个文件包含漏洞 在这个页面里的文件包含漏洞 它只能实现本地文件包含 那么它并不能实现远程文件包含 所以如何能够 让我们这个把机 也把这个远程文件包含漏洞 也这个体现出来 让我们可以去利用它的话 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 对这个web 这个mexploitable 这台虚拟机 来做一些个配置文件的修改 修改完这个配置文件之后 那么它就存在了远程文件漏洞 这个漏洞 然后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利用了 其实通过这个配置文件的修改 大家其实也可以知道 当你对这个系统文件 进行配置不当的时候 就可能直接造成这个漏洞的存在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修改这个配置文件 默认情况下这个metasploitable 是不存在远程漏洞 远程文件包含漏洞的 我们下面这个修改 就会把它造成远程文件漏洞的出现 好速度vi 我们先来vi一个配置文件 那么这个配置文件就是phtc-php5里面的cdi里面的这个phpini这个配置文件 这是php的主配置文件 好我们回车之后 然后输入这个用户名 然后输入这个用户名 输入密码 然后打开这个文件 然后在里面进行搜索 打一个这个左斜线 就是pr 然后来搜索 allow下滑线 url 搜索这个关键字 搜索完了之后 大家在这里面找这个 allowurl include 现在默认情况下是off的 我们把它改成是on 改成这个on的话 它就会允许我们去include其他的url地址到这个webapplication的这个相关的参数里面 然后进而去执行 从而导致这个远程文件引用这个漏洞出现 好那么这个修改完之后呢 我们需要来重启一下apati的服务 让它这个利用上这个配置文件 好速度 然后etc下的init.d下面的apati2restart 我们把这个服务重启一下 重启一下这个 这个有漏洞的配置才会生效 好重启完了 好重启完了之后呢 下面我们就来这个 对 无论称之为目录便利 还是这个文件包含 本地文件包含 来进行这种这个漏洞的利用 那么对于这种漏洞利用的时候呢 首先我们 如果你在做一个webapplication的审计 或者是渗透测试的时候 你要首先 就像我上一节课给大家讲的 你要去观察这个webapplication它的特点 有很多地方是有特征有迹象可循的 比如说在一个什么页面里 你看到了 说问号 然后page 等于一个页面文件的这个文件名 什么a.php 什么content.php等等 或者是问号home等于b.html 总之就是一个变量 然后变量名呢 然后后面它的这个值 等于一个页面文件的这个 页面的内容 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标志性的一个 可能存在漏洞的一个地方 这么一个点 所以大家要对这种东西 要特别特别关注 就是一个变量后面的值 是一个页面的文件名称 当然除了这个可能是页面文件之外呢 也有可能它没有这个显示成是一个页面 只是一个这个一个固定的这么一个值 比如说fill等于content 但是当你看到这个文件名说fill 一个文件等于什么什么东西的时候 那么你也需要警觉起来 就这有可能也是通过程序 程序通过这个include这个函数 来调用的另外一个这个页面所在的位置 当然这个页面文件有可能是 包含在你这个3w目录下面的 但是因为它使用了这个功能 就有可能存在这个文件包含的这种漏洞 因为正常情况下 它这可能是page等于a.php 但你可以通过它修改它 比如说把它修改成-etc下的passwd 来尝试去查看一下 看是否能够也把那个password文件 给它include包含进来 所以这是这个我们观察应用程序的时候 的一个这个要点 当然这是这个最明显的特征 除了这个最明显的特征呢 还有一些隐蔽的比较隐蔽的特征 稍后我会给大家这个详细的说 那么遇到那我们先看一眼 我们现在这个dwa这个web application 当我们点到这一页的时候 那么这个页面里面是没有什么表单 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提交的 除了观察页面里表单之外 那么另外一个我们最需要去 在这个web渗透的时候 要去观察的就是uil地址 因为我们说这个最早 这一张最早的内容给大家介绍过 你传输 向这个web server提交数据的时候 要么通过get方法 要么通过这个post方法 然后get方法的时候 就是所有的这个变量 以及变量的值 都通过uil地址进行传输 所以我们在很多的这个uil地址里面 会看到运号后面一个变量名称等于一个值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变量等于一个值 这个值将会从我们的浏览器提交给web server 而这个提交数据给web server的地方 就有可能成为我们注入 然后这个攻击的这个起始的点 好这个页面上没什么可疑的 然后但是这个uil地址里面有一个可疑的 就是他这就有page等于include.php 这就是一个页面文件的名称 那么这就很可疑 看到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对这个地方来进行这个测试验证了 那么测试验证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些个最通常最常用的一些个漏洞的这个验证方法 这几个都是我们比较常用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掌握 那么最常用的就是这个点点杠 点点杠 这种利用方法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先把这个这个dvwa 它的这个安全级别调到低级别 因为这样比较好去利用它的这个漏洞 好我们先把这一串这个 我们都说这个通过变量来提交数据给webserver 然后实现空机的目的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替换一下 调调杠 调调杠 这可以多个具体多少是 其实是越多越好 但是也不用太多 稍后我来给大家解释 这些是做什么用 然后-passwd 我们提交这个请求 好 这个提交完了之后 大家就会发现root 然后什么root账号 它的这个主目录 然后这个dim账号 然后其他的这个pass password 这个文件里面的内容就被显示出来了 所以通过这个验证 我们就可以轻松的知道 说这个地方存在一个文件包含漏洞 那么下面我来解释一下 这一串东西到底都是什么玩意 我们在一个这个linux操作系统里面 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什么目录下 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在这个root目录下 那么不管是windows还是这个linux里面 都有两个特殊的目录 第一个目录就是这个点 这个点目录呢 比如说这个我们ls-l来看 linux里还不显示 windows里会有显示 那我就直接说吧 比如说这个点这个目录 我们cd点的时候 点就表示当前目录 我们cd到点目录的时候 其实就还在当前目录 没有动 但是这个点是一个特殊的目录 然后还有一个特殊目录 就是这个点点 比如说我们cd点点 我们cd点点之后 我们再看我们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在这个根目录下 点点也就是指 我们当前目录的一个负目录 比如说我们root 下面这个我随便找有没有图片 我进入这个目录 我当前在两这个 从根目录算起的话 两极目录一下 然后我可以点点 杠 这样的话我就会跳到这个上一极目录 也就是root目录 但如果说我在后面再点点杠 这样的话 我就会直接跳到根目录 我们来验证一下 P PWD 你可以看到 直接就跳出去了 而如果说现在我已经在这个根目录 然后我再cd点点放 点点放 大家会看到 我从根目录再往父母录跳 再往父母录跳 再往父母录跳 一直跳下去的话 因为根目录我已经到头了 我再怎么跳还是在根目录 所以不会有变化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插入的这一串 这个字符的一个含义 我们当前在一个webserver的这个目录下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在这个目录下 在这个 VAR下的这个118这台机器的VAR下的3W里面的DWA 下的这个弱点这个目录下的这个FI目录下面 那么当我们点点杠的时候 第一个点点杠的时候 我们就跳到了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弱点这个目录这一层级了 然后再下一集就跳到DWA目录了 然后第三个就跳到这个网站的根目录了 然后第四个 其实就已经跳到这个 3W 这个VAR目录下了 然后再往后 第五个就跳到根目录了 然后再往后跳跳跳跳跳跳 其实我们后面这几个跳 就都在这个根目录上 然后从根目录 我们在-ETC PASS SWD 就会跳到你操作系统 这个层级的目录里面去 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跳出了这个 VAR下的3W目录 跳到了这个 ETC 这个目录下去了 好 这就是这个第一个 我们最常使用的这么一个 漏洞验证的这么一个位置 除此之外呢 其实我们还可以这个 直接使用绝对路径 我们这个对文件系统如果稍微有了解的话 这个文件系统里都有这个相对路径和绝对路径 那么当你直接使用绝对路径的时候 看看能不能直接跳到这个绝对路径 因为杠表示是根 这个意思也就是表示我要跳到 该目录下的这个ETC里面去查看PASSWORD 然后我们回车一下 那么它也执行了 所以这里面 这个如果是这个目录便利漏洞的话 它就这个是不能够这么直接使用的 而是应该通过点点杠 点点杠 那种方式去这个绕过去的 而因为这是一个这个文件包含漏洞 所以它是通过Include的方式 所以Include的时候 你直接给它一个绝对路径 它就去系统里去找这个路径里的这个文件 然后直接把它Include进来 内容就看见了 但是它俩的这个利用方法 几乎都是完全一样 都可以用这个点点杠的方式 好 那么你用这个绝对路径也可以 另外呢 你还可以用这个文件系统 这种访问方式 我们说访问一个web这个网页的时候 都是http冒号双斜杠 然后一个URL地址 其实你访问系统文件的时候 也可以是fill冒号双斜杠 然后一个系统 一个放在你的文件系统里的一个这个文件的名称 你可以也可以这么用这种方式去这个访问 或者你在这里这个我们先执行一下它 你看也可以 然后fill 然后点点杠 点点杠 点点杠 好 好 这种方式就不行了 这个fill 这是一个要求 后面是一个绝对路径呢 所以这个fill 用这种方式是可以的 fill后面要跟一个绝对路径 好 这也是另外一种这个利用方法 除此之外呢 那么 这个etc下的password呢 当然我们是可以去查看了 因为它是一个这个普通用户都可以去读的文件 但是除了这个文件 我们是为了给大家演示这个漏洞它的效果 所以经常会使用这个文件 然后这个除了这个文件之外呢 你也可以读取这个当前web目录里头其他的这个文件 比如说像main.cgi 这里面可能有一些个 比较机密的这个原码的成这个 这个内容在里面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原码的内容给读取出来的话 那么有可能比这个etc下的password 这个造成的这个危害 威胁可能会更大 这里面可能会存在一些其他的这个账号密码的配置信息在里面 好 这也是我们可以去尝试的 然后除此之外呢 以上这些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之为叫做一个 这个本地文件包含 也就是你包含了半天 查看了半天 查看的目标内容 都是放在这一台web服务器上的 这一台web服务器上的系统文件 以及这个网页里的这个页面里的这个配置文件 等等这些内容 但是除此之外呢 其实你还可以这个 在后面输入一个URL地址 这个URL地址呢 里面可以包含一个这个具体的页面文件 这个时候 它如果是这种这个文件包含漏洞的话 那么文件包含漏洞 如果我们在后面书上一个http 文号号 然后3w.163.com 如果这样去执行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我执行的结果 就是把这个3w.163.com的首页 直接给它include进来了 当然这个3w.163.com 它应该是有一些个这个防范的这种机制 所以呢说 因为您的ISP并没有提供遵循互联网协议 然后您对页面做出的这个限制 我们对您访问做出的这个页面限制 进行谅解 这个限制我们去访问这个页面 那我们改一个改一个别的看看 看别的网站可不可以让我们去include进来 新浪 新浪就直接显示出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个 并不是放在这台web server上的 其他网站上的页面 直接给它include进来了 而这这只是说我们破坏了这个页面的这个内容 别人看起来 这个时候看起来可能认为 这不是我们这个dwa web application的已经 这只是对页面的内容 显示内容造成一个图改啊 这个破坏的这个效果 但实际上利用这种方法 我们可以在下面 比如说你在新浪 或者是你自己做一个web server 比如说它的IP地址是1.1.1 然后里面放上一个1.php 或者我们把它写成是这个reverse-php 放一个反弹的shell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就可以命令你的这个web application 这台web server去主动的弹 反弹自己的shell 弹去连接一个这个黑客的这个控制端 或者你自己的这个控制端 好 这种情况下呢 因为它这个include进来的 是一个外部的一个页面 不是放在这个web server 本机上的 所以它称之为叫做remote 文件的这个包含 叫rfi 那么这个时候 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个点点杠这种方式 但是这个点点杠就只是目标 这个web server里面的那个点点杠 这个目录的结构了 好 这就是这个最本质的这个本地文件引用 以及这个远程文件引用 它的原理以及造成的破坏 那么接下来呢 跟大家说一些个关于这个漏洞的这个 更进一步的利用方法 我们说这个文件有很多的这个 漏洞有很多的利用方法 而且在利用过程中 你遇到这个web application 它的这个编程上 也有可能对我们漏洞利用 造成一些个限制 比如说我之前就这个测试过 一个这个web application 那么它也是类似于有这样一个这个参数 就这么一个变量 比如说home等于一个文件名 然后当我去进行修改测试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home等于一个文件名 然后我把它改成这个 杠ETC下的这个password 当我做这种修改的时候 然后这个页面上会给我一个报错 这个报错大家的意思是说 程序找不到以下的文件 那找不到哪个文件呢 就是ETC下的这个password php 它找不到这个文件 那么这个时候呢 通过这个报错 其实我们就可以猜测 因为我们修改了注入的 是这个内容 那么正常情况下 它应该显示ETC下的password 但是它提示我说 找不到ETC下的password.php文件 这个时候我们完全就可以这个很容易猜测到 web application它的设置设计上 就是当你这个前面这个 比如说page page等于一个文件名的时候 然后程序web application这个程序 会在后面自动的给你补上一个.php 这个发展名 而如果说你这个文件 它并不是一个php的这个文件的话 它并没有这个-1号php 然后也没有它的这个结尾-1号 没有这个php的这种这个标签的起始和结束位 符号的话 那么在这个服务器看来 你这个php的代码是有问题的 那么里面可能 它认为是不包含php的这个脚本语言代码 所以这个时候它就会报错 说找不到这个这个文件 这个password叫php这个文件 或者找到了也会给你报错 说这个什么php语法有问题 总之就是这个 验验内容显示不出来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呢 我们在php这个5.3以前的版本的时候 都是有存在一个漏洞的 那么利用这个漏洞呢 就可以绕过这种类型的限制 比如说这个最典型的漏洞 就是这个我们可以加一个点 在这后面加一个点 通过这个点 有可能就会绕过这个限制 在服务器看来呢 就会把点后面的php给省略掉 这是一种方法 那么除了这个方法之外呢 还可以更通俗更有效的一个 这个绕过的一个字符 就是百分号00 这百分号00呢 表示其实就是一个空字符 就是new 一个空字符 那么当你如果说你注入的时候 你注入的是fill 然后这个etc加password 然后你在后面加上一个这个百分号00 加上这个之后 那么服务器当拿到整个这个 你提交的变量的内容之后呢 它也会在后面加上一个.php 但是在php的这个语言的这个 这个语言格式里面 当遇到这个百分号00的时候 后面的内容 它就不会再去看了 就认为后面是没有了 即使有内容 它也不管了 就只看这个百分号00前面这一段 所以通过这种方法 就可以做一些个这个 简单限制 简单限制之后 我们用这种方法 可以对它进行一个绕过 绕过服务器对我们的限制 从而还能够查看到你操作系统的这个文件 所以这个是需要大家去格外关注的 当你如果直接这个直愣愣的去查看这个文件的时候 给你报了一堆奇怪的错误的时候 那你要意识到说我要去尝试 加个百分号00加个点 这样能不能去绕过这个目标系统的限制 那比如说这个fill等于a.doc 然后百分号00 然后它后面当然程序有可能再给你补上一个DRPHP 但是因为有了百分号00 所以后面这些内容它都不管了 不读了 就读到这为止 所以就会直接把a.doc这个文件的内容给读出来 从而造成这个信息的一个泄露 那么百分号00这个其实是一个空字符的一个这个URL编码 除了这个最典型的一个基本的编码之外呢 其实我们对这里面插的每一个字符都可以再做进一步的编码 比如说这个点这个斜线 然后这个什么etc password 这每一个字符其实我们都可以进行这个编码 但是通常来说这个ASC码 这个ASC这个128以下的这个ASC码 这个都是可以在URL里正常显示 服务器也不会去过滤的 所以一般情况下呢 像这个点或者斜线 这个英文字符肯定不会过滤的 然后这个点和斜线这种属于特殊字符 那么这种字符有可能是被服务器过滤的 如果遇到这种被服务器过滤的这个特殊字符的情况下 我们就需要意识到说我们需要把这些个字符来进行一下编码 并且对它进行过滤 那么在这个给大家介绍具体编码的时候 这个之前我先来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不同的操作系统 它对这个目录使用的这些符号会有所不同的 比如说在这个类UNIX系统 就是类UNIX系统也就是这个Linux系统 或者什么BSD啊等等这些系统 里面的这个根目录 就是目录的起始位置根都是以这个左斜线 用它来表示的 然后这个目录当中每一层级的目录呢 也是以这个左斜线来进行划分的 比如说这个它下面的A下面的这个A下面的B下面的C下面的D 这样层级化的目录 每一个目录中间的层级都用这个左斜线来进行区分 然后这是Linux系统 除了Linux系统之外这个Windows如果是Windows系统的话 那么它跟Linux系统这个使用斜线的方向上正好相反 Linux是这个左斜线 然后Windows就会习惯使用右斜线 当然有些情况下Windows也会使用左斜线 所以这个Windows这块会不一定 如果你这个测试的目标系统是Linux 那么你就测试左斜线就OK了 如果是这个Windows系统 那么Windows系统的根目录呢 有可能是C冒号 右斜线或者D冒号 右斜线 这取决于你这个Web的根路是放在哪个这个根的盘符 放在哪个盘符下面呢 然后放在这盘符下 比如说C冒号下的A 然后右斜线下的B 下的C 它是以这种这个右斜线的方式 所以当你测试不同系统的时候 要尝试不同的这个符号 但是如果说你判断不清楚目标系统 到底是Linux Windows是什么系统 判断不清的话 就两种情况都要去尝试一下 我们做手动漏洞挖掘的时候 就是你不确定的 你就通过测试 发送这个字符给服务器 通过服务器的返回的结果 来进行判断猜测 提交过去之后 如果服务器说我不认识这个符号 那么你就判断 有可能它不是一个这个Windows 它可能是Linux 所以这都是我们需要去做这个 测试和准备的 那么在做具体编码的时候 比如说在Linux系统下 我们做点点杠这个编码 如果这个最常我们在做编码 这个绕过目标系统的这个检测的时候 使用的就是这个UIL编码 这是最常使用的 如果一层UIL编码 这个不足以绕过目标系统的这个过滤检测的话 你可以双层UIL甚至多层UIL编码都可以 当然前提是你编码之后的这个编码之后的 这一串这个密文 这个编码之后的这个密文内容 是目标服务器必须能够给你实现解码的 如果说你输入的这一串这个编码之后的内容 是目标服务器它根本解不出来码 然后最后导致你这个路径也不能正确的去被指向你想查看的那个系统文件的话 那么这个编码也是不成立的 虽然你可以绕过人家限制了 但是也查看不到具体内容 所以这个也需要比较大量的尝试 一直尝试到说既能够目标服务器正确的对我编码的内容解码 然后查看到我想看的这个文件的内容 同时又可以绕过目标系统对我的这个过滤的这个关键字符的限制 所以点点杠呢 它这个点如果这个UR编码的话就是百分号1 然后第二个点还是百分号1 然后左斜线就是这个百分号2f 至于这个编码呢 之前我给大家介绍的几乎每一个这个web自动化的扫描程序里面 其实都是携带了这个web编码工具的 好比如说我们用这个group suite 好 accept 打开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输入一个dw- 这是左斜线 然后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编码 编码呢可以使用这个UIL编码 编码之后你会发现它就变成了这个百分号2e 百分号2f这样一个编码 然后你要这个解码它也会再正确的被解析出来 当然这个至于是不是能被正确的解码 我们要看目标服务器它的一个这个反馈 下面我们就来试一下 162.168.1.118 好我们点到文件包含 然后在UIL地址里面输入刚才我们编码之后的 比如说现在就我们用点点杠 是这个查看不到这个etc下的password 那我们就把它编码 这是一个点点杠 两个点点杠 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 差不多了 然后这个etc下的tasswd 我们这个级别又变成高级了 我们把它改成低级 12345678 差不多了 然后etc下的tasswd 好 你可以看到这一串这个UIL编码也同样被正确的解析了 解析之后呢 点点它就直接解析出来了 然后这个杠没做解析 但是它也正确的去读取了 这个能够识别它 然后这个etc2% 甚至因为杠这个左斜线 它是这个编码是2f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斜线也把它替换成2f 好 这样的话同样是可以使用的 所以这就是UIL编码的这个用处 好 这是一层UIL编码 那么这是pp这个点点p 左斜线这个编码 然后点点右斜线呢 你可以把它替换成是这个5c 就是右斜线 因为是windows环境下才会正确解析它 所以我们在linux上用不了 所以这我就不说它了 然后下面这个呢下面这一串 这个是双层的UIL编码 比如说我们回到这里 这是刚才做了一层UIL编码之后的 然后我们对它呢再做一次编码 encode 然后URL 你会发现它变成了这么一串东西 但是这一串东西呢 和我们刚才复制下来的这个内容 还不完全一样 那我们就查看一下 我们刚才复制下来的这串东西 它是如何进行解析的 我们把它贴到这来 然后smart decode decode之后 你会发现 它这个是右斜线 它会先做第一层解码 这25%先做第一层解码 我们看一下25%它是怎么解 25%解码之后变成了百分号 也就是说百分号这个符号 在URL编码里面 它又被编这个编码成百分号25 然后呢百分号25后面是这个 这个因为它被解码成百分号 所以结果就是百分号2e 百分号2e 刚才我们已经这个编码解析过 就是那个点 然后这又是百分号25 这是又对百分号做了一个URL编码 然后百分号2e就是第二个点 然后又百分号25 然后这个是这个 又是解析解码成百分号 然后解码成百分号之后呢 就变成百分号5c 所以它第一层解码之后 就是把百分号25 这一层先都解了 解完之后呢 把它们都解成百分号 就变成了百分号21 百分号21 百分号5c 然后再对它再做解码 DecodeURL就变成了点点 有些些 所以这是双层解码 但是这种双层解码 能否在这起到这个 最终我们想要的效果 你要看这个web server 能否给你正确的做解析 比如说 百分号21 百分号2e 然后百分号2f 好 这是最终能解除点点钢 然后我们知道了 这个是百分号 这个是点点钢 这个百分号又被变码了之后的一个效果 我们拿到这来 我们都把它替换了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差不多了 呃 然后 etc 下的 p asswd 查看 但是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虽然我们这个编码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编码出来的结果 是这个web server 它已经不给你解析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 虽然编码很完美很隐蔽 但是达不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 这种尝试是失败的 因为这个web server只给我们做一层解码 解码之后它不认识这个东西 所以就报错了 好 UR编码是这个我们可以使用的一种手段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使用别的编码 包括在这个 broke suite里面也有其他的这个编码 当然UR编码是我们最常用的 这个是最最常用的一种情况 因为在某些情况下 你可以使用这个base64 或者是这个 这个ask编 这个16进制的这种这个编码形式 这个ask16进制编码呢 我们会在后面这个介绍sirker server的时候 会用上这种编码的形式 好 我们这里先说这么多 然后这个UR 这个unicode编码呢 是另外一种比较常用的 unicode有很多的具体的实现方式 然后其中UTF8 是我们目前这个使用最多的unicode的这个 一个实现实现的这个标准吧 算是也是一个国际标准 因为这个非英文字符 这个世界上非英文字符的这种这个字符类型太多了 尤其以这个中文韩文 这种东我们我们这种这个亚洲国家 东亚这种国家的这个文字 这个字符编码实在是太多了 因为我们中文一个字一个音 它就对应着一个字符 所以大概繁体简体中文加一起 就已经是六七万了 所以这个使用那ask编码128个编码 这个位置的话 其实是完全不够的 所以这个最终国际上就发明了这种unicode编码 就是因为它是统一的这个编码 国际统一编码 当然其实unicode如果是这个 这个unicode这个双字节的这种标准实现的 这种这个unicode的标准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中文字符全都包含在里面 所以unicode这块编码有这个三字节的 也有四字节的 还有变长字节的 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比较乱的这么一个情况 好这个这个我们不多说了 然后大家只要记得这个常用的这个点点杠 它的一个unicode编码就OK了 这是它的unicode编码 点点然后杠 这个杠就占了这里面就占了这个两个字节 好当然这个unicode编码呢大家可以这个在线 虽然我们使用这个BurpleSuite 它还这个不支持这个unicode的编码和解码 但是我们可以在线找到很多的这个在线的unicode编码解码的那种这个网页页面 然后可以用在线的这种工具去把你想要编码的这个字符 给它进行unicode编码 好那编码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 不光是我们现在介绍的这个文件包含漏洞 或者称为这个目录便利漏洞 会使用到的一个技巧 包括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命令执行漏洞 以及后面的这个XSS还有这个SurferGuru 每一种漏洞类型都可以这个使用相应的编码 来对这个服务器的这种过滤机制来进行绕过 只要你构造出了一个这个意想不到的 这个一个特殊的一个字符字符串的组合 然后就可能会绕过目标服务器上的一些个这个 基于规则的这种过滤的产品和技术 比如说像很多的WAF 其实我们说绕过绕过编码 其实就是其中的很重要的一种 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各种特殊字符的一个组合 绕过的一种方式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多说几个就是 关于路径会使用到的一些特殊字符的 那么我不会特别详细的说 因为它跟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 没有特别特别大的这个直接的联系 但是大家在日后的这个渗透测试过程中 可能会遇到相应的这种比较特例的这种情况 第一个就是在这个文件名后面 你可以加上这个点点点 然后有些个这个也是路径会使用到的这种这个路径格式里面 会用到的这个字符 然后或者是使用这个多个空格Space 就是空格键 你可以空多个格来尝试说 一个空格不行 不加空格不行 然后加一个加两个空格看行不行 都有可能会这个 会会会起到一些个神奇的效果 然后还有这个这个这个双一号 另外还有这种这个左肩括号和右肩括号 这些都可能会是这个路径里面会使用到的 一些特殊场景下的路径会使用到的一些个字符 然后或者是用这个点 点杠点杠点杠 如果说你直接输一个文件名 可能它不接受 但是你输这个点杠点杠呢 它有可能就接受了 这个点呢 刚才我也已经跟大家说了 它就是这个当前目录 当前目录 然后当前目录 当前目录 还是当前目录 下的一个文件 另外还可以在某些情况下呢 输入这种这个比较奇葩的这种目录 就是你输入一个不存在的目录 然后呢杠点点杠 比如本来如果说这是存在的一个目录呢 你输入这个目录 它就会进入到这个目录的下一级目录 然后你再点点呢 又回到上一级目录 所以又回到当前这个目录的层级 然后还是最后读取这个fill.txt这个文件 但有的时候呢 你输入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路径 比如说这个A目录 在当前目录下是不存在的 然后你输入A 然后我们演示一个吧 有可能是不成功的 因为这个现在大部分的操作系统 已经开始过滤这些个 无意义的一些个字符组合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当前路径下 这里没有A目录 CdA目录的时候 它会提示你错误 那么有的时候在绕过一些个限制的时候 你可以输入这样的 A下面的点点下面的 然后这个A.txt 这样的话呢 就是进入A目录 然后再跳出到A目录的副目录 也就回到当前目录下的A.txt 没有这个文件或者目录 所以现在这个很多的操作系统 都已经从操作系统层面 就过滤这个不合理的一个路径了 当然有些个操作系统 可能对这种路径还会生效的 所以我们在做测试的时候 需要考虑这种奇葩的特例情况 另外还有一些个像我们在用 这个Windows操作系统的时候 Windows是有一个这个文件共享的 我们最早使用Windows系统 其实最经常用的就是 你共享一个目录 然后我去考你一个文件 那我在访问你这个共享目录的时候 就会使用到这种UNC目录 那这种UNC目录呢 会是以两个右斜线起始 然后后面跟上你目标服务器的这个IP地址 然后它的路径 多层路径下面的具体文件 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找到目标文件 然后把它Copy Copy过来 这是我们使用这个 Windows文件共享的时候 最经常用到的 所以这些个路径 当我们在做测试的时候 你都可以去尝试 去测试 按这些个路径符号的组合 在你要做的这个测试里面 是不是能起到一些个神奇的效果 当然这些字符呢 你也可以对它再做进一步的这个编码 从而绕过一些个目标服务器上的一些个这个过滤机制 好 这一块的这个组合呢 是这个比较多样的 所以大家需要多去尝试一下 另外大家可以做这样一个功课 就是把所有的这些字符 包括前面我们每一页PPT里面给大家提到的每一个字符 你都可以通过提前对它做一个这个编码 比如说先编第一个字符 然后再编第二个字符 再编第三个字符 总之每一个字符 你都可以逐个去单个去编码 然后再量量组合编码 然后再三个全编码 然后把这个所有的编码的组合 就点点棒这种组合 然后这个后面的这种奇葩的这种组合 你都给它做相应的这个字符编码 然后编码之后生成一个字符文件 这个字符文件可能就包含目录这种的这个 呃 关于文件引用或者是目录便利这种漏洞攻击里面 我们常见的不能说所有吧 这个常见的这些个字符 然后它的各种编码组合 你都把它生成一个文件 可能里面有个几百个或者一千个 这种这个编码之后的字符组合 然后你到去测试一个变量 它里面是否存在这种那个文件包含 或者成为目录便利这种漏洞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这个BerfSuite里面的intruder 然后直接把这个等于是你自己定制的一个字符文件 然后拿进来去向这个变量去这个攻击一下 逐个尝试一下如果哪个成功了 那么你的这个测试效率其实就会得到很大的提高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提前去准备做功课的这个地方 好 那么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个比较特例的地方 刚才我一直在跟大家说 说当你从UIL地址里面看到了 说什么page等于什么什么.php的时候 或者是fill等于什么什么.html的时候 看到这种特征的UIL地址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格外注意 去对它进行这个目录便利或者文件包含这种测试 但是下面我要给大家看一个比较特殊的一种情况 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在UIL地址里是完全查看不到任何迹象 这个漏洞的位于的位置 是你的这个 http请求的这个头里面的cookie 我们知道cookie是这个 我们之前每一个小节也给大家说过好多次了 那么我们下面先看这个代码 这是一个服务器端的代码 看它这个代码是怎么写的 它先这个定义一个变量 这个template变量等于这个blue.php 然后如果如果它设置 说我从客户端发给我的 从客户端收到的这个cookie里面 如果包含这个大写的template这个变量 这个变量是从客户端 比如说这是这个客户端 这是服务器 就是server 客户端发给服务器的这个请求的这个http 头里面有一个cookie cookie里面呢有这个template 这个大写的template这个变量 然后里面是有值的 如果我对它取值 取到的值是有值的话 那么我就把这个值取出来 取出来呢 付给我服务器端的这个小写的template 这个变量 把这取值付给它 付给它之后呢 然后我做一个include 包含这么一个操作 说包含什么呢 包含home下的user下的这个目录下的 然后这个目录下的这个 这个template这个变量的取值的 对应的那个字符 就是在这个目录下会有一个文件 那个文件的名字就是这个template 它的这个变量的取值 所以这样的话它就构成了一个这个 UIL地址 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比较 常见的一个这个web服务器端 会经常出现的这么一个漏洞 我之前大概也遇到过两次左右 有这个web application 它会根据你客户端发给我的这个cookie的信息 根据cookie的信息不同 比如说你的cookie最后是这个11111 然后我就一看啊 你是1111 所以我就到这个目录下找1111这个文件 然后从里面读取1111这个文件里的这个内容 显示给1111这个用户 这是一个很很常见很常见的一个 这个web应用程序员 会这个存在的一个不好的一个编程习惯 造成的那么一个漏洞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当我们进行测试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就不能在UIL里面去 去做这个变量的一个这个注入了 那么UIL地址里面呢 就是get一个php页面 然后这个要注入的位置是在cookie里面 我们把这个向服务器发送的这个 请求的投信息里面的cookie值 template等于后面的内容 给它改成点点杠点杠点杠 然后etc下的password 那么这一串内容 这个值 这一串值被服务器收到之后 它就会实行这一段代码 一看说if set 说cookie里面是有这个template这个值的 那么我就把这个template的值取出来 取出来呢 付给这个变量 这个小写的这个template 然后呢 接下来我就include 一个这个路径下的文件 默认就是这个路径下的这个template 这个值 但现在template呢 你通过cookie注入这么一串东西的话 那么你看到的内容就是 password文件里的内容 所以这种方式呢 就不是通过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最典型的 page等于什么什么 然后这个fill等于什么.php 都是通过这种最明显的特征 通过这个例子呢 其实我想提醒大家的是 你的这个web application 你在对它做渗透测试 做这个漏洞验证的时候 任何的变量我们都要去尝试 不要以为说cookie里面就不可能存在这个文件包含漏洞 不一定 完全有可能存在这种漏洞 而且你可以成功的利用到它 所以这个如果是这种变量 它是放在cookie里面的 有很多的自动化的扫描软件 它也不会去 这里面去进行扫描的 所以有可能这个自动化扫描工具也发现不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靠我们手动的去做漏洞挖掘了 那么在这里我先就这个顺道多说一句 这个include呢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函数 这个大家如果如果说说都是include了的话 那以后我们不用include吧 但是其实include是一个很有用处的东西 因为在程序编码过程中呢 我们一再提倡的是这个代码的复用 就是同样的一个一段代码 实现同样功能完全相同的一段代码 如果在不同的程序的不同的位置需要对它使用的话 那么其实我们建议的并不是在不同的位置 就是把同样的代码再敲一遍或者复制这个粘贴一遍 不是这样去做 因为这样会这个消耗系统资源 同时也会把我们的程序代码搞的这个逻辑性比较差 而这个时候比较好的习惯呢 是我们把这个相同功能的一段代码 把它单独存放起来 然后当你在A地点要用到这段代码的时候 你只要在这写include 然后这段代码所位于那个位置 include一条就ok了 然后下一次你可能又要用到它了 你这你也说include 然后下一次又遇到 然后又include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用这个原本这一段这个代码块 可能比如说有1000行 100行吧 如果100行 那如果说你这个不用这种include的方式 第一次你要用的时候 你这就要贴100行代码 然后第二次用的时候又贴100行 这三次用就300行 所以这个既占空间 然后效率又很差 如果用include呢 就同样一段代码 一次load进入内存 然后你一include 就直接拿来执行 拿来执行 所以效率也高 又节省空间 可以把你的软件变得又小 又执行的快 所以都是好处 之所以这个会存在这么些个安全问题呢 就在于说这个还是程序员的问题 它对这个include进来的这些变量的内容 没有做合理的这种消毒过滤检查 就拿来就直接用了 所以这就是几乎可以说所有的漏洞的根源的问题所在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该做演示了 这个下面通过几个实例的演示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本地文件包含和远程文件包含 它们具体的用法 刚才我们这个查看文件内容 这个已经给大家说查看过了 查看etc下的password 当然你也可以查别的目录里的这个 别的目录里的这个文件内容 也是ok的 但是接下来呢 这个很多人一直说 这个本地文件包含是没有办法执行代码的 这个只能是这个 这个查看文件内容 所以它们的这个漏洞级别不高 一般在这个wasp官方呢 说只有5到7.5 大概这么一个分值 因为满分是十分 这个 因为没有办法这个实现代码的这种执行嘛 所以只是信息泄漏 就导致这个 大家认为这种漏洞的威胁程度不高 但其实不然 因为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本地文件包含也是可以实现执行代码的这么一种效果的 那么我举一个例子 当然还有其他的方法 这个我不可能把每一种方法都举出来 我举其中一个例子 也是比较常见 比较通用的一种方法 就是我们通过目标服务器的这个访问日志 来实现这个php代码的注入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这个 当你去访问一个webserver的时候 webserver的这个 webserver这个应用程序服务器端 那么它是会寄这种访问日志的 比如说我们到这个 webserver下的这个log下的apache目录下 你可以来cat它的这个access访问日志 那么这里面就包含了 你之前对这个web 你之前对这个web进行的这个 uil地址的这个访问 这里面记得只是uil地址里面的内容 不包含你注入的那个body里面的内容 也不包含http其他的那个头里面的内容 它只是记录这个uil的这个地址里的内容 以及你的用的什么浏览器 这些简单的信息 并没有记得特别详细的信息 但是呢 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现在通过这个cali 我们用nc去连一下这个192.168.1.118 它的80端口 如果你去连接它的话 那么在这个服务器端 在这个dwa的服务器端 其实应该是可以查看到这个信息的 因为我们现在看最后一条 它都是这个 还是我们刚才查的那一串编码之后的 这个password的路径呢 然后我们再cad一下 现在还这个我们刚连上还没有发任何视频 所以这个时候还看不出什么内容 所以呢下面我们把这一串 这个php代码复制 复制 复制完了之后呢 粘贴到刚才我们通过nc 连接到的这个192.168.1.118的80端口 然后粘贴 粘进去 粘进去之后呢 当然这个会报错 因为你输的这一串这个 不是一个合法的http的 请求的这个内容 所以是一串php代码 所以这个当你再回车的时候 这个服务器端会给你一对报错 说400 这个请求错误 bad request 但是你这个请求的这个动作呢 却被服务器端这个日志所记录下来了 当我们再次查看这个日志的时候 你会发现里面多出了一行 我们看最下面这一行 这个鼠标不能高亮显示啊 这个大家看最下面这一行吧 就是我们刚才插入的 这一串这个代码 这个肩括号 问号php 这个php代码 然后如果说现在 因为我刚才说这种场景呢 它是需要一个特殊的条件 才能够利用这个漏洞的 如果说现在我们有一个前提条件 这个前提条件 就是access.log 这个文件 access.log 这个文件 是这个3w-data 这个账号 是可以有权去访问的话 那么我们下面就可以利用这个权限 来进行一个攻击了 但是呢 在这个像我们这个metasploitable 它默认情况下 这个3w-data 这个3w-data 这个启动web服务器的这个账号 那么它是没有对这个access.log 这个文件有读取权限的 它是没有这个权限的 可以-ls-l看一下 这个access.log 那么大家可以看它这个最后三位 最后这个前面是这个鼠主 然后中间三位是鼠组 然后最后三位是其他用户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它所有者 鼠主是root 然后鼠主呢是adm 然后这个其他用户呢 对这个文件是没有访问权限的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想利用 这个 做下面这种利用的话是不能够实现的 我们直接来做一下吧 如果说这个我们现在来要访问的目录是这个 va2下的这个log下的apache2下的access.log文件 如果我们想这个通过这个路径来包含的时候 包含这个文件进来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肯定是不成功的 因为我们这个3w 默认情况下这个3w-data 这个账号 对这个文件是没有访问权限的 如果有访问权限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访问这个 访问这个文件 从而执行这里面 我们刚才通过nc注入的这一串代码 这个php的这一串代码 就是这一串 好那我们现在呢为了给大家做这个演示 然后我就手动的把这个3w.data这个账号呢 赋予它对这个access文件的一个读取的权限 我们这样速度 ChangeMod 然后我们就op 加x 加read 再加个x吧 就是执行的权限 然后access.log A夹就是所有人所有人都夺加上这个权限 好我们加完之后呢 我们再LS-LS看一下x S它的权限 它現在权限已经变成了 所有人都可以对他read 也可以对他这个 x 就执行 好那 下面我们来试一下 看成不成 好 它提示我们还是权限拒绝 这个 Permission Denied 那么这个原因呢 应该是这个原因 就是当我们在Linux下赋予权限的时候 当你对一个目录里面的一个文件 赋予了一个账号对它的读写权限的话 那么这个账号还不能够去对这个文件 这个完成这种读写和执行 因为前提是你必须要保证 这个文件所位于的那个目录 每一级仓级的这个目录 都给予了这个用户相应的权限 它才可以这个实现 所以我们现在CD点点 然后LS-LD 查看一下这个Apaq这个目录 看这个目录给没给这3W-Data 它相应的权限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目录 属组也是root 然后属主也是ADM 然后其他用户 后面三位都是没有任何权限的 所以因为Access这个文件 Access.log文件 位于这个目录下 而这个目录对3W-Data 是没有给予任何权限的 所以3W-Data还读不了它里面的内容 所以我们再在这里面再ChangeMod Foodoo ChangeMod 然后这个还是Op O加X2 然后Apaq2 LS-ld 然后Apaq2 然后Apaq2 查看一下 OK 这个权限已经给予了 然后在CD点点到它上一集 这个Log的目录 我们在LS-LD Blog Log是有这个权限的 所有用户都可以readX OK 然后在cd到-var下 然后我们在ls 不对 我们在cd点点 然后ls-ld var 最顶级目录 也是有这个权限的 所以现在权限应该够了 我们刚才做的一系列呢 都是为了给大家 要证明说 可以用这个log文件 来执行这个php代码 我们先进 下面先进入这个vr 下个log 然后ampach 然后pet access目录 查看一下 这个目录 在中间位置 大家注意看我鼠标所在的这一行吧 中间这个位置 这是有一段这个php代码的 所以我们下面就是要通过这个ur 这个地址里面 这个文件包含这个漏洞 看能不能把这个access 这个文件给它包含进来 包含进来呢 进而让它执行这一段php里的 这个php代码 而这个php代码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这个echo ssh 下滑线 exec 然后后面get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的名称叫cmd 所以这个这一段的这个代码内容呢 我们需要给它提供一个变量的内容 也就是cmd cmd等于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它拿到这个cmd等于这个东西之后 就会交给shellexec去执行 所以这是我们刚才插入的这个代码 知道这个代码之后呢 我们回到这来 问号 后面我们先来给它cmd 放在后面一起 问号page等于它 然后and 多个变量的时候 我们用and来连接 然后cmd等于id 我们把这个内容给读出来了 这个id id好像没有执行 只是把这个文件内容给读出来了 那我们把这个id把它放到前面去试一下 看它是不是在前面可以执行 它执行了 执行了是执行到了这个中间的位置 前后有一些个干扰我们的内容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id执行之后的内容 好我们改一下 改一下id 然后把它改成这个pwd pwd执行之后 它执行的结果 当然在这里有点被这个其他的内容所淹没掉了 淹盖掉了 但是这个也可以证明 我们刚才发送的这个指令已经被执行了 我们当前执行的pwd 当前目录 它是位于这个当前目录 然后我们在 if config 执行不了 ls 再执行一下 ls 之后你会发现这下面有这个有help 有这个include.php 有index.php sauce 总之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可以证明 就是如果当你设置的权限不合理的时候 本地系统如果这个执行3w服务的这个账号 对本地系统的这个access.log文件 有读取和执行权限的话 那么其实你是可以通过我刚才那个方法 用nc先插一条错误的指令 但是这个错误指令呢 其实是一段php代码 把它插到你的这个日志.log里面 然后再通过这个URL去通过远程文 本地文件包含一个漏洞 去调你这个access日志里面的这段php代码 然后并且赋予给它一个变量 让它执行这个变量里的指令 所以通过这种方法也可以实现命令执行 和我们之前说的这个远程命令执行漏洞 是完全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的 只是看起来这有点乱 但实际效果是完全一样 同时它还可以查看更多的这个access日志 里面的这个日志的内容 那么现在如果说我们不加这个变量的话呢 那就直接变成这样一个结果 就是直接就是查看日志内容 而加那个变量就会执行这个日志里面的 这个php代码 所以这里呢我们证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本地文件包含 即使你这个先前没有权限去手动的写一个目码 进入到目标系统的话 其实在某些权限设置不合理的这种情况下 也是可以达到一个代码执行的这么一个效果的 这是本地文件包含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看这个远程文件包含 说到远程文件包含的时候呢 我们先做这样一个验证 就是我们现在我卡里这台机器 我卡里这台机器是1.119这个IP地址 我现在本机我来真听一下本机的80端口 我先用NC在本地真听这个80端口 然后呢我在这个page后面 我就会不用本地文件包含了 我去这个远程文件包含一个URL地址过来 比如说我们http 冒号双写杠192.168.1.119 我随便写吧 就下面的比如说a.php 随便写一个URL 但是URL指向的IP 是我这个卡里这台机器的IP 然后我就是已经真听80了 如果这请求发过来 会请求到我的80端口上 回车 回车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个NC真听这一端已经收到了这个请求 connect2我的119 from从谁来的呢 1.118 也就dwa那台机器来的 原因为什么来 因为它要include我这个页面文件 到它的服务器上去 所以它得先访问我拿到这个页面的内容 get get了我的a.php 然后这个 host 主机头 好 这个 这个检测呢 至少证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远程文件引用漏洞是存在的 你只给它一个URL 它就会去拿这个URL 当然我现在这个URL 这个位置上呢 什么东西也没放 只是放了一个NC在这真听 知道你来想拿我的a.php文件 好 那下面呢 我 我先把它断开 然后重新真听一下 重新真听之后呢 我们下面 来修改一下这个安全级别 我们刚才看过它的原代码了应该 它的原代码就是fuel等于这个getPage 这个Page就是从页面UIL提交上来的这个Page变量里的内容 所以这是它的这个低安全级别时候的代码 这个安全级这个低安全级别下的代码呢 就是你Page给我什么 我就直接拿过来 就把它变成这个Fuel变量 然后就直接去去本机找这个Fuel变量指向的位置 或者是远程指向的URL地址 所以这个就是直接复制 没有做任何过滤的 所以这个是不安全的一个程序代码的写法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把它改成Middle 改成Middle之后呢 我们先来看它的原代码 改成Middle之后 它还是fuel等于getPagePage变量里的这个内容 然后getPage下来之后呢 它这个进行了一个 一个特殊字符的一个过滤 就是它使用了一个字符串替代 字符串替代什么呢 替代这个HTTP 冒号等于什么东西 把它替换成什么也没有 然后HTTPs等于冒号创写杠 把它替换成什么呢 替换成什么也没有 所以如果说你的后面跟的是有HTTP 或者HTPS这样的字符串的话 那么在这里它会给你替换掉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引用本地文件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去引用HTTP 冒号192.168.1.119 直接回车的话 它就会给你一个错误 fill to open 就打不开了 而且我这段真听的NC 是什么也没真听到 因为这个服务器端根本就没法请求给我 因为它一旦检测到HTTP 冒号双斜杠 就已经把这一串给过滤掉了 那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很简单 就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编码一下嘛 把它encode 就是这个UIL UIL编码给它编一下 然后把这块编码的结果给它复制过来 当然你也可以不编码这个HTTP部分 只编码冒号双鞋也是OK的 只要不是完整的HTTP冒号双鞋就OK 然后把它贴进来 然后再来放弯一下 诶 这个还不行 还不行的话呢 那我们就HTTP不编码了 然后这个只编码冒号双鞋杠 冒号双鞋杠 哦 HTTP冒号双鞋杠 No such field 我们这边也没收到请求 好 那么我们改一个 最后我们不都对它进行编码了 我们只把这个冒号给它进行一个编码 就是3A 比如3A 双鞋杠 这个还是不行 大家稍等一下啊 我来检查一下是怎么出个问题 好 我们回来啊 刚才我们尝试了一下这个直接做编码的情况 这个通过各种编码 然后把这个HTTP 冒号双鞋杠 来进行一个编码 最后都失败了 那么 192 就是168 1.119 然后我们先真听这个80端口 好 然后这种情况下 回车 那么都失败了 然后对HTTP冒号双鞋杠 做编码的时候呢 在服务器端 它会解码 解码之后还会管缘出HTTP冒号双鞋杠 所以它还是会把它过滤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那么我刚才稍微变通了一下 那么变通的方法就是 呃 我们都知道它过滤的是HTTP冒号双鞋杠 这一串字符 那么如果说 不是HTTP冒号双鞋杠完整的这一串字符的话 它是不会去过滤的 而且它的过滤的动作 只是过滤一遍 过滤一次之后 这个第二次 它就如果说过滤完第一次之后 它还有这个HTTP冒号的话 那么它就不会再去过滤了 所以它会先对这个完整的内容 检查一下 哪有HTTP冒号双鞋杠 有 就把它过滤掉 没有就放过 那么我刚才先试了这样一下 就是HTTP冒号杠杠 然后HTTP冒号杠杠 我们这样试一下 回车 八件没有成功 因为这里面HTTP冒号杠杠 HTTP冒号杠杠 这都是这个直接就存在的 这么两个这个特征字符 所以都会被过滤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呢 于是我就又变换了一下 我把HTTP冒号杠杠呢 随便插入到一个HTTP这个里面 我插这也可以 插这也可以 插这也可以 随便 只要在HTTP冒号杠杠 完整的这个字数串里面 我插入进去一个HTTP冒号杠杠 这样的话我插完之后 在服务器段检查的时候 他一检查说HTTP冒号杠杠 只会检查到这么一个HTTP冒号杠杠 然后呢他会把它过滤掉 过滤掉之后 得到的结果就是这个结果 而这个结果是他那第一次一次性的过滤 是检查不到的 所以呢 我们就用这种方法 我们再请求 大家看到这种HTTP和HTTPs 这种特征字符的过滤方式 又被绕过去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 这个通用的一个 这个绕过过滤的这么一种方法 这都是由于过滤机制不严格 所造成的 好 这是另外一个技巧 然后呢 好 我们得先把刚才这个 它还在连着呢 把它断开掉 断开掉之后 然后最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现在是MIDAL MIDAL 不行的话 我们把它改成HIGH 改成HIGH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原代码 好 这是有两个了 我先把它关掉 重新打开一下 好 重新打开 这是HIGH的这个代码 HIGH的代码呢 它就变成了这样 这个FILL 还是取值 从Page这个变量里面取值 取值之后 它就给你一个注释 说只有这个include 只有这个include.php 这个名称是允许的 其他的都不允许 所以它的这个语句呢 是If $f 不等于include.php 不等于这个完整的字符串的话 然后这个 就给你一个Arrow Arrow就是 FILL Not Found 就只有是这一串的时候 我认 除了这一串 我都不认 就是这么一个语句 这个限制就特别严格了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去修改成别的的话 这个 你就随便改一个什么别的 然后它就会提示你说FILL NOT Found 因为这一串不是include.php 好 这就是这个 远程文件引用这个漏洞 它的利用方式 以及如何进行绕过 当然这个远程文件引用这种漏洞 出现的概率呢 要相对来说 要小于这个本地文件漏洞出现的概率 但是如果远程文件漏洞一旦出现的话 那么它造成的危害是更加明显的 我们还没这个给大家演示它造成的危害呢 所以我们还回到我们刚才这个MIDAL 好 回到MIDAL的状态 没错 回到MIDAL的状态之后呢 然后我们在本地 我们刚才用的是NC来真听大零端口 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3W服务 所以只能真听到来自DWA的一个连接信息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到我的卡里接台机器的VAR下的3W下的HTML 这个web根目录下 然后在这里面我来 vi一个1.txt文件 然后在这个1.txt文件里面呢 我们贴入刚才这段代码 这其实也就是一个最简化版的一个webshell 然后我们把它保存下来 注意这里面不一定非得要把它命名成是PHP 或者是什么HTML 这样的扩展名 只要是Txt 只要是这个内容的时候是正确的 只要内容是正确的这个PHP代码的话 那么如果这个文件 这个1.txt文件 被DWA所引用 被include到它的服务器端代码里面 那么它就会执行下面这一串指定 我们只要付给这个CMD 这个变量一个具体的命令 是ID啊还是LS啊等等这些命令的话 那么它就会在服务器端被执行 好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个文件我们做好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启动 用Cali这台机器上的Apaq Start 默认情况下它是没有启动的 所以我们得把Cali这台机器的Apaq 启动起来 然后这台机器的IP是1.119 好 然后下面我们来http mark号 192.168.1.119 下的 1.txt 然后问号 cmd 这里面这个cmd变量 你要给它一个值 等于 pwd 当然这个因为我们用的middle 所以这里面还要绕过一下它的过滤 再插一个http 帽子放进来 好像没有执行 我这已经启动了 1.txt cmd 好 这不再是问号 要把它改成暗的号 因为这个是有两个变量 问号后面全都是变量 多个变量之间用暗的符来连接 好 回车 好 执行了 pwd 执行了 然后ls 执行了 然后这个id 也执行了 好 通过这个实例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当你存在 远程文件引用漏洞的时候 那么我可以 在我的机器上 在我卡里的机器上 放一个网页录码 然后让你来include我 让你来这个引用我 把我引用过去之后 在你的机器上进行执行 所以这里面不一定非得要用php结尾 只要是php的代码拿到服务器端都会被php所去解释 解释之后就会被执行 执行你后面指定的命令 当然这个不要忘了 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这个关键字符的过滤的思路 好 到这里这个关于无论我们称之为文件引用 还是目录便利这个漏洞 它的这个从圆满到利用的这个 细节都给大家介绍完成了 谢谢大家这一小节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